现实世界太分杂 不如让我们换个世界看看 你好朋友 我是幻视领航员阿搜 跟我前往今天的目的地 病毒 夕阳烂漫 海风吹拂 1999年的南太平洋海域 默默等待着新世纪的到来 符合呼号测量船 在大海中孤独远航 并非是大家喜欢在台风季工作 而是因为空间站全年无休 往来天地的电波 导演着宇航员们的工作 只要天线正常运行 大家就不是宇宙的孤儿 事实上 空间站的确不孤单 远方的紫色光团 在镜头中逐渐靠近 当大家发现大事不妙时 一切都已太迟 呼啸而过的光团 像电磁云一般击穿了空间站 所有机械设备都瞬间损坏 通讯信号里 只留下一头雾水的测量船科考员 和绝望呼救的宇航员 电磁寄生物不断吞噬着空间站设备 天线更是他们的最爱 从天而降的寄生物 依托无线电信号 静止涌向了符合符号 测量船顿时火花大作 船载电脑是他们的头号目标 主机已经被入侵 电光更是打了众人一个措手不及 但愿他们的呼救声 能够被人发现 时间转眼便过去了一周 台风丽雅已经接管了海面 惊涛骇浪之中 只剩托船海星号赋予顽抗 并不是因为船员们喜欢历险 也不是因为军人家庭出身的 副司挑战自我 大家之所以要受罪 完全是因为船长舍不得货物 在这位老水手看来 钱比命更重要 由于速度太慢 托船已经失去了逃出台风圈的机会 要想活命 只能冲进台风眼 可托船如今已是四处漏水 激攻史蒂夫只能警告船长 再不丢下舶船 大家都会没命 可顽固的老头就是执迷不悟 谁要切断缆声 就别怪他不客气 可人类的意志 在大自然面前无比渺小 不堪重负的缆声 还是在风暴中崩断 除了进入台风眼避难 海星号没有任何选择 台风还在不断移动 海星号只能获得暂时的安全 排解故障的船员们不敢相信 他们的船长竟然是个疯子 千疮百孔的海星号需要救援 好在紧盯雷达的福斯 已经发现了一艘大家伙 这艘大船正处于静默状态 它使大家活命的机会 窥到血本无归的船长 正准备一了百了 如果不是船员的汇报 他或许已经撒手人寰 静默的大船 是他逆天改命的机会 开足马力的海星号 在路上偶遇了许多救生艇 视线逐渐清晰的福斯 渐渐明白了一些事 找来航海图指的他 立马认出了符合符号 损坏的叠形天线 和空无一人的甲板 给众人带来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得不到任何回应的船员们 只好携枪登船 船舱上满是触目惊心的弹口 连剑桥都已经中弹 一片狼藉的指挥室内 似乎经历了一番大战 随处可见的血迹告诉船员们 他们的诺亚方舟 曾经横遭厄运 可在船长看来 这正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按照海事法 符合符号已经成为了 公海上的汽船 只要他们能让汽船平安返岗 便可获得丰厚的救难费 真是塞翁失马 焉知非福 可还没等众人高兴多久 义正言辞的福斯便提醒大家 只要测量船尚有幸存者 他们就无法领取救难费 但不知为何 似笑非笑的船长 对自己的财运很有信心 为了让汽船恢复动力 史蒂夫和老费 检查起了蒸汐轮机 他们对船长将信将疑 但要在台风天活命 就必须让大家伙运作起来 可此时的史蒂夫还不知道 他已经唤醒了 一群可怕的外星生物 急不可耐的船长 倒是垂涎电力已久 为了不让拖船沉没 必须将其和测量船绑在一起 可默默转动的监控 已经将人类的举动看在眼里 福斯也注意到 某种力量在控制船舶电脑 而系统发出的第一个指令 便是抛下重重的船锚 要不是留守的喜哥动作快 早就被砸成了肉饼 甲板已经被冻穿 喜哥危在旦夕 英姿飒爽的福斯正欲施救 却发现自己慢了史蒂夫一步 这次事故算是有惊无险 可把守船锚的瑞奇十分确定 测量船上一定还有别人 在谋害大家 眉头紧锁的船长 当即只是大家分头行动 伤员需要得到救治 捣乱者也必须被揪出来 只有留守轮机式的老肺怡然自得 可洞口里醒来的机械爬虫 没有给老肺偷懒的机会 拔出手枪的他 准备为大家立下头功 直到监控指示灯再次亮起 孤身犯险的老肺 才消失在了洞口中 事态越来越严重 瑞奇干脆撬开了军械室 没有防身的武器 救人不过是徒劳 满载而归的瑞奇 将随行的阿妩当成了骡子 漂亮的飞弹和密布的电缆 都让这位理工男兴奋不已 可最让他瞩目的 还是存在使用痕迹的逃生意 看来测量船中 确实有一位幸运儿 相较于冷冰冰的机器 福斯还是更关心伙伴的安危 喜哥的伤势并无大碍 如果能拿到救难费 大家都能享福了 可注意到监控的史蒂夫 没有闲聊的功夫 如果不是枪手突然出现 他本打算回房休息 好在枪手的武力很一般 揭开防毒面具的众人 总算找到了 严严一息的幸存者 与此同时 排查供电室的瑞奇 也有了新发现 测量船的电力 已经被彻底冲接 昏迷的幸存者 显然做不了这样大的工程 可他们没有闲心 关注俄罗斯的电工水平 老费已经失踪了许久 叫上瑞奇一行人的史蒂夫 决定揪出剩下的破坏者 可对供电室里的瑞奇而言 捣乱的才不是人类 废旧电器结合二成的电子蛇 吓了他们一跳 看来渐渐苏醒的幸存者 确实在躲避着什么 惊慌失措的他一再重申 必须关闭电力 可这在其他人看来 不过是胡搅蛮缠 这位名叫纳蒂的科考员 眼见自己说服不了众人 干脆再次逃了起来 只有伸手矫健的福斯 一路尾随到了底舱 福斯明白 纳蒂只是想活命 但他交代的情况 未免也太过夸张 八天前的测量船 遭遇了太空电磁病毒 这种话有谁会信呢 可在纳蒂看来 这些寄生电脑 学习所有人类文明知识的病毒 目的非常明确 那就是杀光人类 不论船长相信与否 病毒衍生的机械怪物 都已占领了测量船 如果瑞奇也在场 一定会对纳蒂的解释 深信不疑 听到机械运作声的他 发现了一处机械加工厂 面露红光的机械怪物 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走出 连史蒂夫也和他们 打了个照面 加工厂不断拼接着电气元件 编程者一定是具备 高超的机械功底 和丰富的仿生学知识 才能造出这些小家伙 可挑逗小家伙的瑞奇 显然低估了对方的实力 阿武被射来的长钉 打了个正招 瑞奇自己也被偷袭 可一旦选择回击 躲在暗处的人影 便会用子弹招呼他们 自知不敌的二人 只好匆忙逃离 得知敌情的史蒂夫 越来越担心老肺的安危 舱门已经被焊死 老肺更是不见踪影 看来远处的那具黑影 正在轮船开展狩猎游戏 凶恶的黑影肩扛探照灯 虽然长着人类的头颅 却浑身布满了电线 不仅如此 他的身上没有一块好皮 仿佛是机械和肉块的结合体 如同行尸走漏的他 瞬间便打空了手中的弹夹 依靠钢架行走的怪物 生生扛下了几十发子弹 正如纳蒂警告的那样 这样下去 所有人都要死光光 好在英勇的战斗三人组 已经将战利品抬回了剑桥 看见这具钢铁与生物组织 结合的残躯 众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纳蒂可没有说 到底是什么在追杀他们 绝望的幸存者只好告诉大家 从空间站传送来的电磁病毒 其实还具有高度智慧 传播电脑 传载实验室和机械加工厂 都已经为其所用 病毒制造了大量机械怪物 三百名船员被图路殆尽 只有纳蒂想方设法关闭了电源 他有理由相信 病毒是依靠电磁活动 它们并非是传统的细胞或者病毒 换句话说 它们就是电 眉头紧锁的瑞奇更是发现 遇害者的腹脑 伤有血液循环 这具残缺不全的遗体 原本是纳蒂的丈夫 可在电磁病毒的蛊惑之下 他已经失去了人性 无法想象 纳蒂是怎么活到今天的 可更让人难以置信的 还是船长的顽固 他才不会让所谓的外星病毒 扰乱自己赚钱的大忌 天知道这些怪物 是不是俄罗斯军事实验的残次品 可还没等众人争出个究竟 快速移动的台风 便与船员们重逢 昏天黑地的船舱里 人类已是腹背受敌 看来是病毒通过电脑 让船员们驶入了风暴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原本凉透的怪物 竟然再次张开了大嘴 从中裂开的胸腔 只有脊椎高高挺立 张牙舞爪的骷髅 在电缆的赋能下再度复活 稍有不慎 便会命丧其手 惊魂未定的众人 根本不想下到舱底半步 可指挥士已被接管 只有前往轮机室更改航向 才能给大家争取逃脱的时间 或许这便是命运吧 众人才刚到门口 史蒂夫便听到了老费的声音 能将汉子的舱门生生撞开 老费必定也不是人类了 被植入探测器的他 如今不过是病毒的楼落 撕开船舱的钢铁巨人 将阿武逼入了绝境 失魂落魄的老费 更是将同伴献给了主人 可怜的阿武 只能吃下透心凉的一拳 目睹一切的史蒂夫不敢相信 老费竟然杀害了自己的朋友 好在纳蒂没有忘记通讯室密码 且战且退的船员们 还有回旋的余地 可舱门对人类而言是天欠 对怪物而言 也不过是纸糊的 为了不让病毒感染其他地球设施 纳蒂破坏了所有通讯设备 修复无线电的瑞奇 真不知是在拯救大家 还是给地球带来灾祸 好在船长射出的子弹 打消了纳蒂的疑虑 可老人对拯救世界没有兴趣 事已至此 他还想着独吞救难费 福斯再也受不了 这个癫狂的老头了 必须给纳蒂松绑 为大家争取活命的机会 可面对强大的敌人 冲突只是下策 既然病毒具有高度智慧 为什么不来谈一谈呢 调试出英文的瑞奇 只想知道怪物的来意 可在吸收所有人类文明的敌人看来 人类也不过是地球的病军 船员们的唯一用处 就是为他提供器官 谈判已经破裂 破枪而出的阿武 已经说明了一切 除了战斗到底 船员们没有任何选择 绝望的瑞奇 立马用枪榴弹轰开了船舱 无奈的众人随行逃离 只留下微信全无的老船长 船长似乎也已经接受现实 一把老骨头的他 注定与富贵无援 唯一的活命机会 就是与病毒作笔交易 除掉人类无所谓 只要别除掉自己 只要病毒让他活着 去任何港口都无所谓 求生欲会让人做出疯狂的举动 一马当先的瑞奇 已经脱离了大部队 缴获敌方零件的他 决定和病毒较量一下 谁的动手能力更强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那第一行人选择的大逃杀路线 是直取轮船电脑主机 端了病毒的老巢 可病毒也不会坐以待毙 主机已经被移走 只剩下小怪们打扫战场 蓝光笼罩的病毒主机 已经在密室里筹备决战 轮船里的零件十分丰富 不愁没有加工原料 忐忑不安的船长 决定见见自己的新雇主 萌卫认识他的脸 病毒已经恭候多时了 船长走近巢穴 只见一副地狱般的景象 机械臂不断在空中舞动 倒挂的尸体兴罗齐步 机械臂不断将电子元件植入人体 七零八落的人体组织 不过实现肮脏的零件 骨骼的强度不够 痛觉神经更是无用的配备 只有将不同部件逐个拆分 才能将电力运行的效力最大化 船长看着自己的老船员 不免心生感慨 可看透一切的病毒 不想听船长假惺惺的怀旧 如果船长想活命 就要接受他的任务 苦寻主机的纳蒂一行人 还不知船长已经叛变 敌人总是阴魂不散 光是逃跑 就要将大家的体力耗尽 可机械人是永远不会累的 风暴的威力也越来越强大 底舱已经成了病毒的地盘 最高处的天线控制室 是幸存者们唯一的希望 但愿在风浪吹走他们之前 病毒还能被消灭 可与尚有余力的福斯和史蒂夫相比 富山的喜哥没有那么幸运 小队再次检员 难以保证战斗力 毕竟人类阵营里最强的战士 依旧沉浸在自己的手头工作中 瑞奇将所有能找到的爆炸物 全部困在了一起 这是他为病毒准备的大礼 那第一行人虽然没有炸药 却也在琢磨自己的对策 附近的豪威爵士岛 正是跨洋电缆的埋藏处 一旦让病毒建立联系 人类就将面临浩劫 必须赶在其他船只发现测量船以前 将符合符号炸沉 可众人方才的大声密谋 已经被追来的船长听得一清二楚 人皮缝合的痕迹 已经诉说了他先前的遭遇 船员的反抗不过是徒劳 变成怪物的船长 已经没有任何痛觉 依靠电力驱动的他 一拳便把船员打翻在地 就算是锋利的消防府 他也懒得躲一下 可放置实力不发挥 不是战斗者英勇的姿态 就算不畏惧迎面而来的子弹 塞进他躯体内的燃烧弹 也足以融化所有钢铁构建 只有熊熊烈火 能消灭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 大难不死的船员们 总算松了一口气 当务之急 还是炸毁轮船 消灭其他怪物 喷涌的柴油 和强力的定时炸弹 足够病毒喝一壶 可越是到关键时刻 敌人的反抗越激烈 化身钢铁巨怪的主机 已经找到了幸存者们 只见面露宏光的巨怪 在探照灯的指引下撕开大门 脚踏四肢铁腿的他 不论去哪儿都如履平地 他伸长自己肮脏的脖子 准备给人类致命一击 除了暂避锋芒 幸存者无能为力 他大肆破坏着船舱管道 意图给人类致命一击 支撑不住的幸存者 只好任凭自己掉落了下去 好在人们的脚下 全是淤积的柴油 除了尸体密布 略显压抑之外 油池里暂时没有什么危险 可水路两栖的巨怪 即便是进入了油池 也不会放过狼狈的女人 探照灯的光线 仿佛催命的信号 无奈的幸存者 还是被巨怪抓了个正着 当他醒来时 已经变成了敌人的俘虏 扫描一列的画面 正是病毒的狼子野心 锋利的手术刀 随时能将女人开条 可不知为何 敌人似乎还有谈判的打算 人类藏起来的炸药 让怪物坐立难安 可就算被电程焦炭 女人也不会向怪物低头 索性其他脱险的船员们 已经在此时赶到了巨怪身旁 史蒂夫直接将手中的子弹打光 纳蒂也在等待着 卫夫报仇的时刻 埋伏已久的瑞奇 更是给病毒准备了一个惊喜 一阵火光之后 巨怪暂时消停了下来 可这也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只要电力还在流通 病毒就不会被击败 底舱被搅得大乱 除了分头逃跑 人类没有任何选择 巨怪追随着纳蒂小队离开了底舱 却给了史蒂夫喘息的机会 可惜废墟之下的瑞奇 已经奄奄一息 他最后的遗言 是让上能行动的史蒂夫去军械室看看 瑞奇的提醒无疑是及时的 因为穷追不舍的巨怪 已经找出了定时炸弹 柴油不会自燃 纳蒂已经走投无路 决心已定的他 没有再次选择逃避 地上的灭火器 是纳蒂最后的希望 熊熊烈火再次升起 连福斯也险些被波及 可关闭舱门的他 依旧没有摆脱敌人的追击 但不论遇到何种危难 坚持下去总有希望 恍然大悟的史蒂夫 给了福斯一个大大的拥抱 瑞奇所说的军械势力 正配备着弹射逃生装置 巨怪已经杀到 这便是活命的希望 逃生装置逐渐启动 军械室也即将被攻破 福斯用自己最大的力气 牢牢抱住了史蒂夫 逃生火箭成功发射 恼羞成怒的巨怪 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猎物溜走 可瑞奇留下的惊喜 还不仅是逃生装置 弹射已牵连的引线 正是炸药的触发机关 电磁病毒机关算尽 还是没能敌过人类的智慧 这一次的爆炸 不再是小打小闹 剧烈的爆炸 在柴油的助力下 足以摧毁一切 化作废墟的符合符号 成为了幸存者们 最好的呼救信号 连几十公里外都能看见 天空万里无云 碧海波涛依旧 台风已经过境 惊醒的福斯终于得救了 但愿直升机停靠的母船 还没有被外星病毒沾染 夕阳依旧 希望人在 全片完 本作是一部1999年 上映于美国的科幻惊悚电影 电磁病毒通过太空信号寄生 借由电力制造双化终结者 真是脑洞打开 外星病毒是否彻底消失 符合符爆炸前 有没有残余信号传出 欢迎在评论区谈谈你的见解 好的 今天的航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阿搜要去为大家开发新航线啦 我们下个目的地再见 So